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些话呢 会不会这个视频要封闭 要下架 我也不怕给我封号 我有话必须要说出来 刚开始疫情严重的时候呢 就说啊所谓的疫情严重 国家就是让为了我们的安全吧 让我们做核酸 当时我是非常感动 我们的祖国就说对我们这么好 就觉得很亲切 但是我越来越感到不对头了 这个疫情 反正我这北京人啊 就是四六九成了 就是我也认识朋友啊 都问你们家有疫情 见到这人了吗 就现在天天空喊 就一个这疫情长什么样 我们都没见过 我觉得国家 如果这么就是这问题的话 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很好的教材 视频让我们大家看 这个人得这个病的时候 当初期是什么样 中期是什么样 后期死亡又是什么样 让我们大家有 就是亲眼目睹嘛 你们天天空喊 疫情疫情 这有疫情 那有疫情 动不动就封区封条城 就动不动 你看我们这又给封了 什么意思啊 这一个小区五个核酸点 刚开始是一个 现在那五个核酸点 你怎么能八十个呢 挣钱 挣钱 有到 但是你不能走邪道 走邪道也可以 你不能让我们老百姓 天天鸣不聊生嘛 动不动 封小区 动不动 就不让出去 现在我觉得就良好的睡觉 这个没人知道 所有的个人信息 给你查的一清二楚 你上哪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你从哪走 你从哪来的 请问我们还有人权吗 还有人权吗 做人一点尊严 我觉得都没有了 还别提人权 我真的 我感觉如果再这样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早晚有一天 早晚有一天会出大事的 抖音